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有 我都没有敢告诉他们你的那个真实联系方式 嗯 千万别 对 然后今天就又请你来 嗯 然后跟你聊一下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什么 还是跟英国有关的 哦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英国的话 就他们的姓名字和姓氏就觉得挺好玩的 对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啊 就是认识一个人 然后他姓其实本来我没有感觉 他姓Armstrong 就Armstrong嘛 就翻译过来 觉得你本来也觉得没啥对吧 最后呢 我听见两个英国人在聊天 嗯 他们就在那儿互相搞笑 就说 哎 你看他叫Armstrong 嗯 就是Arm是胳膊 Strong就是很粗的意思 哇塞 然后合起来就是胳膊很粗的人 大力说手 哦 对 因为我当时就在想说 哦 原来是姓氏可以这么有意思 但是为什么 这个人的祖先叫胳膊很粗的人 他为什么姓胳膊很粗 不知道 对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英国姓氏的来源 哦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比如 哎 其实我们可以先在这边插下 你知道日本人的姓氏 就什么 山下 他们都是住呢 就叫啥 什么本村 是吧 对 什么山岗 就是你家里有口井 那个就是井边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没错 就属于那种 哇塞 所以樱木层 他们家就是有棵树 然后就樱花嘛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然后我发现英国的根茎很像 比如说 咱们都看那个破产姐妹 那个女主不是叫 Max Black 对对对 Black是什么意思 黑色 黑色 黑人 就是可能就是 他的祖先是黑人 哦 或者就是 比如说你可以试想一下 英国最早的时候 是没有那个 surname的 也就是没有姓氏 就大家就是 你叫Tom 我叫Jerry 然后你叫什么 Peter 我叫David 就是都是只是名字 没有姓 那人多了 没法掉呀 对所以说在后来发展到 一个小村里的城库就是 咱们都是在圣经上找名字嘛 你叫Peter 我也想叫Peter 这就叫打架了 对那你说 两个都叫Peter怎么办呢 有 所以说 分开呀 那你看你是Peter 你是一个 比如说修东西的铁匠 我是Peter 我是个老师 那你可能就叫Peter 的铁匠 我叫Peter 的老师 是the teacher 然后久来久之 大家翻译成中文 可能就会说 那个叫Peter的老师 或者是那个叫Peter的铁匠 到最后 他们的子孙 就继续用 比如说起了个名字 Peter老师 比如说起名字嘛 小孩起名字 起了个William 然后他爸是铁匠 就变成了William铁匠 或者是那个David老师 就自动延续了 后面的那个title 于是他们就有了 很多很多信 Surname就是这么来的呀 对 但是你知道他们 你知道英国人 肯定就没有我们的文化 就是那么渊远流长 对 还是就几乎 我觉得是比较蠢的那种 所以说他们的 Surname的来源 就不像 很直吧 对 不像我们是那种 可以找到图腾的 那当然 他们就是那种 离哪近 比如说我在这个小村庄 树林近 我叫Wood 什么什么Wood 对吧 对 好多人叫Wood 对 还有人姓White 还有那个Bron 对Bron Bron 我们本来是觉得 是布朗先生 对吧 翻译成中文是布朗 但是布朗啥意思 棕色 就是说他们的皮肤 颜色是棕色 还有人姓什么 Long Short 都啥意思 高 矮 我觉得姓Short 这个也太 太残料了 到目前来 你还别说 你说姓啥 你可能不能决定 但是有些中国人 叫中国小孩 来了一个给自己取名 英文名叫Dick 而且不是一两个 非常多 我就不明白 怎么想着叫自己Dick 可能是觉得酷 不 他们是不知道这个意思 那就像Penis 也很酷 有没有人叫自己Penis 好吧 我知道有英国人姓Fish 对有 我还认识一个英文人 叫姓English 我就觉得好酷 姓English 有没有姓那个 American的 American 姓美国吗 什么英国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 这种不同的姓 是非常酷的 他们有些外国人 喜欢用Dick 名字 比如呢 我这有叫Roma的 Roma Roma是 还有Sheffield 对啊 是哦 天哪 你就还有一些 就是比较搞笑的人 姓Cliff 哦 全家 就是Cliff 咱们本来就觉得是克利夫嘛 对啊 听着前来蛮酷的 就是 不能翻译啊 你知道我儿子叫白白史密斯 就是白白Smith 我本来就是 你知道我为啥叫他姓史密斯 这样就特别的贵主 就是我当时是看那个史密斯夫妇 啊 就是 对对对 是布拉德皮特演 布拉德皮特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史密斯吧 又好写 念出来又好听 听起来是特别大姓的那种感觉 是 结果一看史密斯是金匠的意思 然后这边的 其实也还好了 你好歹还是金匠 还是铁匠 多高级 你是这样想的吗 然后还有 有钱 对 有钱 日姓吗 就是还有很多 你说我要不要澄清一下 我的儿子是这羊这件事 不然你知道 我的那些小粉丝 是吊粉 他们就会说 你多大了 有儿子 对 他是一只羊 然后今年七岁了 完美的天平座 那是天平座 白白都是天平座 然后那个 有些人姓 很奇怪的姓 比如说姓 Lake 湖 其实我觉得这个 好多中国小伙伴 来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照 这个 起个英文名 你看咱国内 但是这个是姓 咱不是也姓 湖的吗 湖 但是人家是湖水的湖 姓湖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你叫 某某某 你可以来一个 你就可以取英文名 然后你的 surname就叫 Lake了 那比如说 你是姓董 你叫董白白 所以你是 White White Understand 也挺酷的 其实原来 原来 原来我不是 White 我是Double White Double 我是Double E 不知不觉 要不要这样 要带广告 还有什么 有趣的信息 就是 你知道 这边的英文名 他们是从圣经 里选的 所以就没有 那么多选择 就肯定会重复 比如说Henry Henry一世 Henry二世 Edward一世 二世 他们也就会 就那几个 Eliza Bass 什么Edward 她现在那个王子 叫什么 小王子 先生的 不是 那公主叫 Charlotte Charlotte 叫 伊丽莎白 不是 叫丹娜 不是 丹娜吗 Charlotte 夏洛克 夏洛 不是叫夏什么 什么 不是叫 戴安娜吧 不是戴安娜 她不是一共三个名字吗 对 但是她选的 有一个戴安娜 我觉得这个 这个等一下 我们放首歌的时间 来确证一下 如果这个错的话 会非常多脸 是的 所以说 你看现在的 威脸王子 还有她弟弟 叫什么王子 红屁 不是啦 哈里 sorry 对 哈里王子 然后你看那个女王 什么伊丽莎白 然后就是 Catherine 然后就是 叫伊丽莎白 都能当女王 所以就是 现在改名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对 然后就是这些 很有趣的信誓 然后他们经常 比如说 为了纪念自己的祖母 那可能他的孩子 就严习祖母的名字 没错 叫他叫去 其实他们家 就这么几个名 所以就是叫一个名字 可能回头的 有同时好几个 对 然后他们也不觉得有问题 对 你知道吗 白白 说完了英国的姓氏 我突然想起来 美国有些姓氏 比英国的还搞少 真的啊 比如比如比如 比如说 你知道有些人姓 Cock Cock 哇塞 你叫Cock 啥意思 Cock公鸡啊 就是你知道他姓鸡 就是比如说 Peter Cock 真的 这个名字简直无法翻译 无法直视 你看那个生活大爆炸吗 看啊 那个Sheldon 他叫Sheldon Cooper 对对对 我知道好多名字 他叫Cooper Bradley Cooper 所以说 他有一集 不是还搞自己的名字吗 他说就是 有很多名人的名字 会拿来命名 汽车的名字 他说Mini Cooper 就是以他的名字 命名字 还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姓 比如姓Ham Bacon 就是姓熏猪肉啊 火腿啊 天啊 还有姓Fish啊 只能感叹他们似乎量太少了 就是没有像我们中国那种上官 多么 黄埔 就是 伊丽莎白 我们伊丽莎白有对应的吗 嗯 就是什么 夜赫纳拉式 夜赫纳拉式 什么爱心绝罗式 嗯 这都是贵 超酷的 对 然后 你看 他们中间 很多人 明明是白人 却姓黑 叫Black 就像Max Black 超级黑 Max Black 就是最大的意思吗 对 而很多很白的人 还叫黑 对 然后就是 金发碧眼的白雪公主呢 可是 她的名字叫Black Man 啊 我特别搞不懂 为什么 都姑娘了 这名里 还非得有个Man 但是你就比如说 像中国的 中国的名字中 就有很多女孩子的名字 起得就很难声 嗯 这道理 其实我觉得 我是真的叫子涵了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 这是我的一名 多名叫子涵 嗯 但是我是想说 你这句话在奉承我嘛 难道你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吗 你不知道现在伊临后 多少烂大街都叫子涵 但是他们都是 男孩子叫子涵 真的啊 对 在女生好听的名字 搜索榜中 这个名字一个都没有 但我说我的名字 这么烂大街 明明就应该很受欢迎啊 然后接下来一看 男性 伊临后最容易起的名字 第一个就是子涵 可是听上去很女性化呀 我也觉得很女性化 直到我有一次 看到老师点名的时候 写着子涵旁边括号女 我当时就惊呆了 我说 难道这不是女生的名字 在英国就是 还有美国 他们的姓始终 有很多比较有趣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 可能姓Bank 哇塞 大家开银行啊 就是银行啊 就姓银行 或者姓什么Rain 这就是赤裸裸的炫富啊 可是你知道吗 姓银行的人往往都很穷啊 这也是一个命中的节呀 是啊 就是 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点 就特别偷来 就是他们爸爸的名字 然后就是比如说 他爸的名字叫 Johnson 然后呢 要给儿子起名了 直接一搜 搜搜 John 或者是那个 你爸叫John 我给儿子起名了 加个S-O-N Johnson 比如说你叫Richard 那你儿子叫Richardson 对对 就是谁 谁家儿子 谁家儿子 在中国这就是没起名啊 这也不负责了 我天哪 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福建人 不太熟悉 就他们的名字 我有一段时间很熟悉 你知道 他们有 尤其是福建的某一个 特别多人出国的地方 然后基本上都是 舌头弄出来的 然后他们那的人的名字啊 可能就是 那个地方 当时的受教育 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名字 就是谁的妹妹 比如说你叫董白白 你妹妹就叫白白妹 你二妹就叫白白二妹 你弟弟就叫白白弟 天哪 或者是二弟 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弟 甚至他们说那个 比如说 就是 哦原来 所以说有人叫什么什么弟 就是说 对 他是谁谁的弟弟啊 对 因为那是他们的那种村子 尤其女孩子不受重视啊 就可能 你是个女孩子生下来 你就叫小妹 或者是丫头 直接一直这样叫 对吧 当你用天报户口的时候 你发现 哎那我没有大名怎么办 于是他们 是家的校 对 因为当时呢 你知道那个地方的村长是权力特别大的 就报户口 好 你是那个张强他妹妹 你就叫张强妹 你是二妹 张强二妹 甚至比如说他们想叫张小妹 小字 他们不是有方言嘛 然后小字可能有时候说不清 他们就叫下 而且是不仅是上下的下 他们竟然不时知道 写成一个就是我吓一跳的下 口字旁一个下 就是会经常看到名字 就是张下妹 好吓人啊 对 就是看到这种名字 我都一是吓一跳 二是觉得 人难道不值得 有一个自己好一点的名字吗 对啊 干嘛这么随意 这是跟自己一辈子的耶 不过他们当初也没有控制的权 对 所以我觉得名字起来还是蛮重要的 嗯 比如说以后 出国千万不要给自己英文名叫什么 我刚才说过 Dick 啊 查一下意思吧 嗯 而且就是很多 我觉得中国人出门呢 啊 就很奇怪 一定要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 就是 我叫子涵 嗯 我就说 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不是叫子涵 嗯 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戴安娜 伊丽莎白 过有的时候因为外国人他 叫不清 对 对 我之前也是有啊 然后我的英文名叫 Echo 嗯 就是回声的意思 嗯 但这个词呢 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名字 嗯 只是一个单词而已 对 拿出来的 所以说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就被当地的人 就提醒说 如果你想让别人 对你公正 并且认真 你就必须有一个 他们这种社会中的名字 嗯 于是就有了我的英文名 就等于说我中途改的 哦 那当我现在在工作中 如果别人联系客户什么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般都会说中文名 嗯 你知道我叫子涵嘛 嗯 他们是发不出子这个音的 嗯 他们怎么发你猜 Z Z 就是Z 然后我现在跟他们打电话 就然后人家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接下来就说 Z涵 因为我知道他们懂 子涵怎么写 没错 子涵就把他们吓傻了 对 嗯 那所以我的名字 他们应该很好写 White Double White 对啊 或者是就直接写拜拜 See you 拜拜 对拜拜 我心语 我觉得这点还挺好 嗯 好了拜拜 我们刚才说了英国和美国嘛 嗯 其实我还想说一个我们的邻居 嗯 然后跟我们关系有一点 Well 就很难说 很难说 这是那个俄罗斯啦 哦 好冷的地方哦 是 就是超冷的 然后我 我记得 我之前在哪里看过 就说俄罗斯的信 你叫很长 长嘛 比如说那哥尔巴乔夫 对对对对 对我们来说 他们都是开车的司机 对就是还有什么什么司机 嗯 就是什么各种司机 就各种名著的作家 大扩车司机啦 对对对对 什么托拉夫司机啊 对对 托拉斯基司机嘛 嗯 之类的各种司机 然后呢 他们都说中国人的信南极 因为没有任何规律嘛 嗯 你可能姓 姓董 就是你懂姓张还是姓李 嗯 我可能明天就不记得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脸忙 外加名字对不上 但是俄罗斯的信就很特别 嗯 然后他们的信是有意思的 哦 就比如说嗯 格尔巴乔夫吧 嗯 他在俄语里面的意思是驼背 天呐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话 你就说他驼背的 那对他信这个 哦 那可是他的子尊 他要不驼背 还要被叫驼背 很可怜 对但他已经变成一个姓氏了 嗯 就像中国什么牛羊猪狗 都有人信 你也不能说他是狗 对不对 对 就只是一个姓嘛 还有就比如说普希金 他是大炮的意思 哇 还有什么托尔斯太 嗯 李姐妹肥胖的意思 所以比如说白白就可以叫白白托尔斯太 人家不肥胖吗 就是肥白白嘛 嗯 就是我 我说我们家那个白白什么意思 哦 白白胖胖嘛 对对对 然后所以说 你知道 我记得最早 最早之前 大概是14世纪之前了 据说俄罗斯 超久的 我都不知道 到现在有多久 六七八个十 一八个年 哎呀 你瞧瞧瞧这数学 算了吧 别丢人了 对 俄罗斯之前是没有姓的 就是姓只能 是贵族使用的 你平民百姓 你有个名字就好了 你还姓姓姓姓姓 姓你妹啊 哦 所以没准有个你妹这个姓 哎你知道 日本有一个姓 不会搞笑 叫啥 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好像是称杆跳 女子称杆跳 得铜牌的那个女孩子 叫 叫你孙女 你孙子 哦 叫你孙子 沙沙 然后沙沙是她的名 但她姓你孙子 天哪 还是姓我孙女 还你孙子 反正是这个名字 就是姿子辈的 对 然后她的名字 不是在领奖台上吗 出来的时候 成长大笑 不 这个只有中国人 懂得梗 也是啊 对吧 那中国人一看 就笑了 还以为是答错了 但其实不是 就像我早就跟你说过 日本还有韩国 他们很多的姓 都是从中国那些文字的 鸡脚嘎啦 拖不拖不拖 拖我们几个字 对对对 所以才会有什么 村上啊 井口啊 什么什么 就是你知道这些姓 井口也是最了 对 他们都想不到嘛 想不到其他的 所以就是 不知道你孙子 这个是怎么出来的 归套来中国发展的话 是也受挫了应该 对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不敢说啊 你孙子白败 哎 何必这么客气 不用叫我老爷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 我听说 有好多俄罗斯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们那儿挨着那叫啥 啥 西伯利亚 那个 西伯利亚 原始森林 是吗 假装他挨着好了 然后呢 什么假装 人家可能就是挨着了 所以他那儿动物多呀 所以就好多姓 都跟动物有关的 对 比如说 叫克罗温 啥意思 牛 是牛的意思吗 是吗 那个 还有 乌特金 是 鸭子 嘎嘎嘎嘎嘎 那跟咱们这儿姓什么羊啊 猪啊狗啊 差不多 应该是这一 可能以前他们家就养了这动物 所以就是 比如说养兔专业户 对 然后他们就叫 兔子 兔子 某某某 兔子哥 对 对对对 然后以后叫久了 他儿子就是 大兔 兔子 二兔子 小兔子 小兔子 不好意思 原谅我笑点逼 没准就是这些 还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最普遍的 就是各国的兴致中 就是以职业 对对没错 就是祖先就区分你就做什么了 比如说那个 洛特尼克弗 也是很凹口 他就是铁匠的意思嘛 对 就像刚才 我说goatsmith 是金匠的意思 金匠 blacksmith 就是铁匠的意思 他们也是 比如说你住哪靠得近 wood 或者什么地方 对对对 然后呢 你家是养什么动物的 或者是你是干什么事情的 然后就就由此 顺便起了一个性 我觉得祖先们真是拼啊 祖先们真是懒羊 他们要是 你知道他们要是知道有一天 他们的信会一直流传 当时会不会就起来好点了 比如说 拜拜royal什么的 皇家拜拜 royal 拜拜 挺好的 royal拜拜 挺好的 我回家问你拜拜 要不要教教你 好 我觉得比那个schmidt 拜拜schmidt 拜拜金匠 对 又高级了 我突然想到 你知道咱们中国人的名字 可能就是姓和名嘛 但是英国人 它是翻过来的 是名姓 而且不同的一点 是他们有中间的名字 就是middle name 对 你知道middle name 一般都取杂不 middle name 一般都不说的 middle name 一般都很少说 跟长辈有关的吧 对 大多数都是妈妈的娘家姓 就加成middle name 所以说 有些人的middle name 就会很娘 你打男人 就比如说 就很娘 就像生活大爆炸里面 就是 就会经常被嘲笑 对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说middle name的 而且有的时候 middle name surname加一次 就很搞笑了 是 就是重大场合 比如说你要结婚 在宣誓的时候 就会说你的全名 然后就谁谁谁 你愿意怎么样吗 我愿意 我们来说点好玩的 名人的名字吧 名人的玩子都要 玩子 名人的 名字 好奥口 你知道 就是有一个 是赛车手吧 叫什么 说舒马赫的 然后他的名字 其实是德国名字嘛 然后他的名字 面一词 你说翻译成中文 不是挺好听的 舒马赫好像觉得超屌的 对对 而且还挺 就是 很大气哦 还艺术范 你知道吗 一听就觉得是流畅的 躯体线条 对 像舒克与贝塔 舒克与贝塔很流线吗 很躯体吗 很Q体 明明就是 汤姆和Jerry比较好 好吧 然后呢 舒马赫的 其实在德文里面 原意是鞋匠的意思 啊 人家菜车手 叫鞋匠也太不合适了 就是还有一些 你知道爱因斯坦的 那个名字 意思是啥不 啥 爱因斯坦的意思 是一块石头 哦 哎 我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创意 还挺赞的 就写着 爱因斯坦 嗯 哦 我忘了原句 好像就是 意思就是 He was a student 就是他曾经是一个学生 He's not a student 就是他是学生的时候 他不是爱因斯坦 哦 明白这意思吗 给什么做做广告 在公交桌上的 我没注意 只看了这个 大概意思 我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你没成名之前 你都是nobody 对 你不管叫什么 你都是nobody 当你一旦成名了 拜拜就不是拜拜了 你是love拜拜 我希望有一天 我有个z 但是拜拜已经有的了 拜拜有粉丝的 真的啊 对啊 在微博上 哦 这是我发上去的照片 还有哦 比如你知道那个大音乐家 谁啊 巴赫 哦 他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钢琴考级中 很多都是他的曲子 哦 特别难吧 所以学的人都恨死他了 天哪 其实他名字 你弄个小的调练习曲什么的 其实他名字 就是他们家住的小溪边上 他就叫小溪 小溪 所以巴赫是小溪 哎 你不觉得叫他巴赫 就觉得特别大师 对啊 就一翻过来小溪 我感觉一听到巴赫 我脑里就 咚咚咚咚咚 那种 虽然可能咚咚咚咚 贝多芬 对 就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说不定贝多芬的名字更高了 哎 没错 下次查一查 哎 拜拜 刚才咱们说 那个凯特王妃生的 那个小女儿 叫啥名字 伊丽莎白 真的 现在查 我现在立刻 查好了 叫啥 叫做 中文名啊 翻译过来就叫做 夏洛特伊丽莎白戴安娜 这就是 Charlotte Elizabeth Anna Yes 这三个都是个单独的名字 嗯 但是不仅 因为是王室嘛 嗯 所以他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 对 具体来说夏洛特是凯特王妃的middle name 就是他娘家姓 对 然后伊丽莎白呢 嗯 就是他 外婆 现在的外婆他名 哎 不是他外婆吧 奶奶 不是 真不是 现在的女王是 是威廉王子的奶奶 对吧 是他的曾祖母 祖奶奶 然后戴安娜是这次的奶奶 对 所以说他的名字就用了 三个名字叠加起来 是的 真的是一身远呀 我觉得就是 我记得当时他出来这个名字的时候 中国好多网友就是深恢复啊 是呢 是呢 我记得我看过那个就叫做说 说这个小公主的名字是 我叫马脸 我祖奶奶 我奶奶 其实也不要这么黑人家凯特 人家凯特怎么 对吧 对啊 然后那个 这个有一个有个人说 这名字不就是英国版的慕容兵离 然后叶妹凤 严带五儿 严冤五儿吗 这个就是皇室啊 好可怕啊 就是复杂到你不能自打啊 对啊 但是就是实际上人家奶奶和妈都太有名 不然的话你也起一个看看啊 就是 我们说了说了又跑题了 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都说了什么吧 啊 我来总结 我来总结 其实 这个古人起名真是太懒了 无非就三条 要不然你干什么 要不然你们家住哪 要不然你们家养了什么小宠物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基本上这样了 就离什么近嘛 对 就还是觉得 你看我们中国的姓氏 奇处焰寒赵卫琴 这有人姓 就是多大起国家的名字 但是其实也是地儿啊 是 反正都是原则很简单 就是 朴实 嗯 其实就是容易记 朗朗上考就够了 是 所以说 这就是名字的基本要求 当你以后看到一个 你觉得很了不起高大上的外国人的时候 嗯 你看到他的全民的时候 不要盲目崇拜 说什么 格雷先生啊 什么的 以为他贵族呢 对 其实那意思 就是个傻儿嘛 就是啊 就是赤城皇帝青篮子都有人姓了 对 没错 对 所以分析家就知道 他家祖上到底是干什么的 嗯 如果一个人非要骗你说 他们家已经是贵族 嗯 那么就可以看他到底姓什么 对 没错 说不定就是Black或者是Bron 不要看他名字里有一个金色 就以为他多有钱 对 Golden Smith 啥意思 金匠啊 对 就是索匠嘛 对 打别人家的那个 对对对对 没什么意思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瞎歪扯的到这里结束了 那还是我们那句slogan 伦敦晚安 北京早安 下期再见咯 拜拜